须笑 涉顗完播完 awards 下編檔要批檔 現在我要介紹批檔的專家 葉師傅為何要批檔 批檔其實是用來美化長生 堅固它 減少爆裂 還有隔陰作用 批檔就像我們一般人認知 用水泥沫上去就是 其實不是的 我們要控制場面平整 要沒有瑕疵 沒有沙眼 場邊四周要完整 另外陰明角要垂直 以以前的批檔工具 現在的批檔工具分別大不大 其實分別都不大 都是批檔網 批檔角 以前就用金屬鐵角網 現在就用膠角 另外我們用的工具 都是用灰磁灰板 最主要變化就是材料 批檔的材料煙變 由以往黎力強的黃花砂 到70年代比較堅固的鷹黎砂 再到後來由工廠配放的機砂 材料的份量調配越來越容易控制 大大減少了批檔剝落 或者爆裂的情況 因應外牆或者內牆的批檔 甚至是一些古蹟 屋苑外牆或者主題公園 都可以看到的造型批檔 還可以選擇不同的物料 例如梨子灰 纖維灰 石布 紙巾灰等 而近年在地盤 就更加流行勇困張 探據可以減散人力 以後能夠達到不錯的效果 你教授學生的時候 過程是怎樣的 我們第一步 通常會教學生 如何控制材料 控制材料是最主要的部分 因為批檔每次都要用力批上去 如果用的材料不行 它對手的傷害性會很大 而手部的運用 每個關節的運用 我們會從中慢慢跟它說 聽它能夠很純熟地 熟習這件工具或者這件器具 然後很純熟地去考取我們的中工 然後你教它怎樣混合 其實混合來 這家現金很多時候用電動工具 但是一個剛剛入行的同學 電動工具很多時候會令它受傷 所以我們基本上在電動工具運用的時間 我們會慢慢看著它 令它每一個步驟做得更好 從而不要那麼容易受傷和受傷 下一步就批上去 批上去的還有什麼特別的主意 和兒子其實他們本身 每個人的體能都會不同 我們就會教它 從下而上 一下一下慢慢來 令它能夠慢慢適應它的動作 批完上去 下一步應該是摸 那我們磨之前是否有個動作去摸一下牆 其實每個材料都不同 因為如果我們做包仔料代妝料 它很可能表面沒有水分 但它按下去是軟的 但如果我們做英麗紗 或者其他灰、石膏 你摸下去 你就可以感覺到表面的水分 和軟硬度 所以每個材料都有少許分別 完成了這個批檔 其實會影響到之後的工作 如果我們本身會在批檔 表面貼牙製 那幅牆平靜是很大影響 令到瓦仔師傅做出來的效果 會有偏差 這次批檔的製作 第一樣要做的就是構圖 有了構圖 自然有概念 上張前 長身要早一晚淋水 濕潤長身 還有沖酒粉塵 批檔沙漿 和齊磚沙漿 並沒有分別 批檔開料 都是一份英麗 三份沙 將材料乾拌兩次 零英麗粉 完全包裹著沙粒 不能露出生沙 然後加水 沙漿攪拌均勻 拌到好像葉師傅 就為之漂亮了 拌好之後 就可以放入泥豆備用 不過不能擺多過一小時 如果不是 就不能用 接下來就是要在長身 古早批檔的範圍 上一層已經泥沙漿 技巧是要用力分層批上 而仿石批檔徵站和困難之處 就是要由豐富經驗和多數資料搜集 增加對製作長身凹凸藍體面的理解 到了造型的第一階段 要參考貴度的一支雞 用竹枝 或者灰瓷 畫線條出來 由凹凸位 就要畫個記號 按之後的護罩就方便得多了 由下往上批 要用力分層批上 第一層要薄 第二層要厚 軟尾夠厚 等稍乾之後再批第三層 造型的第二個階段 就是依照剛剛畫的記號 做好資料搜集 控制長身的厚果位置 在上面再加一層厚厚的鷹泥沙漿 這樣就會有凹凸的浮雕造型效果 在這個時候 批檔範圍還是軟軟的 濕濕的 葉師傅會灑上純鷹泥 灑上純鷹泥 是用來加快收乾長身的批檔 這樣就可以吸走表面多餘的水分 從而令它固定起來 要因應乾濕控制時間 上完兩層批檔要停約30分鐘 不同物料選用都有分別 例如 鷹泥沙和代裝料都有不同 批檔太濕 再批就會倒塌 現在這個步驟也挺好玩 但千萬別以為可以隨便釘 都需要很有技巧地釘 釘之前 鷹泥沙越好 釘得越好 質感效果越好 釘鷹泥沙 現在要離上大概400mm 用力釘 令乾濕沙分散在牆身表面 除出石面侵蝕和凹凸的效果 注意不可以向下釘 這樣會令到沙漿分離和倒塌 好 質感出來了 就可以用竹枝或灰瓶協助雕刻 專注文理的設計 這個時候可以利用壓尺附助雕刻 完成後整個批檔範圍就很有立體感 來到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要用油掃和少許水 去微調批檔範圍的表面質感 那就大功告成了 透過掌握土魚水之間的乾濕比例 憑想像力和心機釣出紡石紋理 簡單的物料和工具 就能夠塑造出一塊塊的石頭出來 化腐腦為神奇 就是師傅今次批檔示範的精湛技術所在